我們看到Appermint很少用這種方法 有這麼多一層層 有這麼多剪位去表達肌肉 像法拉里的紅色 這些組件要在武具上拋光做 拋光做得很好 噴油時又不可以有塵點 所以其實是很麻煩的 整個顏色、體態、可動、造型 即是無懈可擊 包括配件都無懈可擊 所以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如啪啪聲開啟了 玩具TV第十三季第三集 剛剛介紹完這麼精彩的香港品牌 和香港情懷的聲控器搖控電車之後 繼續大家耳熟能長的 千夕年鐵機巧系列第四彈 終於出到主角Appermint了 等下 站上一點點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都派貨了 很多朋友都已經收到 然後我經常問他 你這麼快收到是否訂了之前便宜一點 豐迷那一隻呢 你去到收貨給那一隻 趁阿嘉跟他在收貨時都可以看一看本身的盒子 挺龐大的 用了這個開盒設計 裡面亦都有一些Action pose 這個Appermint 主體 現在拍攝這個後面 紫水也不錯 挺堅硬的 這隻是好盒 他之前用的是塔因和史達那一款盒 這些是厚底 但記得大家玩盒 玩盒 這個位置 因為他可以這樣倒下來 但你盡量不要讓他倒下來 最好拿東西是頂一頂 否則這個位置會不會爆 所以自己小心一點 裡面其實他這隻的配件很多 是四層吸索的 四層 那時候會場版特別版就有一把斧頭 這把斧頭 然後有一層是全配件 最底層是地台 我的地台也很漂亮 我的地台很巨 我的地台不是一般用的 那幾款都是用同的地台 沒錯 我的配件真的很多 而且這款是特別多手型 他加上手上那雙拳頭加上特別版 是12對12隻手 即是同時 14隻手 7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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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7對手 是很多的 他的拳頭就很大 他的拳頭很大 拳頭比沙波大 比例上 其實之前一直看都是看灰板多 現在是彩色 那也是 顏色你覺得是怎樣 他是用了一種深紅色的 卡拉通 那大比我們 開始以為是白色 出來後 其實是變成了 顏涼風風風的 其實感覺都挺厚重的 就是手腳位 是 即是質感 是 如果你說賞色 它的質感 算是非常不錯 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它的紅色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紅色 比較類似鏡面 有點像那些車 拋完漆的效果 最漂亮的 法拉里的紅色 它這些組件要在武具上拋光 拋光做得很好 然後噴油的時候 又不可以有塵點 所以其實是很麻煩的 嗯 然後你會看到它撞了 二彩紅色 有一個組紅色 組紅色就是有少少啞光的 是 它用了啞光紅 搭配光身紅 是很漂亮的 即是它的手臂 或者是一些小件點綴 然後再搭配黑鐵和銀色 在主體上 其實它撞出來是很漂亮的 它的銀色是 比較像電鍋一樣 上得挺漂亮的 是的 它的導髮又是怎樣做的 其實都是噴油 噴油 例如你噴模型 你噴黑底 或者做貨就是 盯黑底件 然後銀色 如果你漂亮的銀油 就可以噴實一點 因為它沒有什麼微粒 它本身都可以好 但如果沒有那麼漂亮的 就可能不要噴那麼實 有少少反黑底的時候 就有些像平時大家自己 砌模型的時候 你噴光黑底 然後再噴銀 它就會有種黑銀色的感覺 就會比較像真一點 所以這個銀色也很漂亮 不過千夕年一向用油漆 都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挺絕頂的 是的 而且挺有趣的 阿伯文是用斧頭的 它是類似王者之劍的東西 它就像史達的劍 而且最多是 電影版的劍 電影文的風格的劍 還有雙刀 我覺得這隻阿伯文的賣點 是它的線條體格的演繹 這種做法 我們看到阿伯文很少用這種方法 有這麼多一層層 有這麼多剪位去表達肌肉 還有另外一個賣點 就是你看它的車窗 裡面的銀色內膽 情報量都非常豐富 有列文 有層級 還有透明件在裡面 不過它的透明件還有一些巧妙 我們待會才能做到 這個主體是IDW版的 阿伯文 它中間再加上 鐵機巧本身自己的一些重設 鐵機巧做得很欺負到好處 它不是改善很多 但是這隻東西很有層次感 例如它會很善用一些粒特級 或者打一些零角 令某些位置更漂亮 例如手臂前面 前臂去做一些咬曲的部分 這些其實有些很硬體構造的感覺 都是那些設計師 所以它收拾這些位置 收拾得很漂亮 所以這個阿伯文 跟以往大家玩 就是方方正正 或者可能電影零零碎碎 很多零件的那個類型 跟它是很撞石的版本 車輪也過癮 它不用顧慮變形 變成它有更多空間 去改善體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體型很漂亮 是 我可否認 而且它千值年在 做它裡面可動的地方 因為其實這麼粗的東西 在做可動的時候 其實是很困擾 你會看到鐵機巧 鐵機巧那邊 是用了很多方法 令到它很自然地做到很多動作 馬上試一試 不要想 就是來一來可動 時間關係 我們先拆背包 這是飛行背包 我們可以先看頭 或者先看燈 它很有趣 它的燈掣收得很密 電池在這裏 如果不看說明書 你會知道在哪裏 沒錯 你一定要看說明書 它的燈掣收在哪裏 你看到它肩膀上有兩顆金色鍵 這兩顆就是燈掣 按下去就會啟動 啟動了嗎 啟動了 現在這邊也是按下去就會啟動 一個是啟動眼 一個是啟動胸 一個是啟動胸 然後胸我們可以打開一下 胸裡面其實你會看到它很多層級的細節 哇 然後它這件 我要轉一鍵 它這樣揭的 對 它這件也要少少 手指甲 對 少少手指甲 可以這樣打開 幾個薄派心臟 對 因為我剛才沒有看說明書 我可以找燈掣 我心想 怎麼會難到你呢 其實很有趣 因為之前史達的掣都很正路 是一個電池箱隔壁 就是啟動 因為它本身是跟電的 我就在研究 找不到燈掣 然後它改了在兩顆細金色件上 這個很有趣 所以你不看說明書的那枝是黑硬的 另外除了空燈之外 其實它這次膝蓋這部份也有燈 它這件是怎樣 它是要整件45度 它說明書寫45度 這樣就拔開它 它後面這個位置就是正常的啟動 不用特地找得那麼辛苦 包包完之後就是正面這部份 但另一邊 因為可能沒有電 那個位置不著 所以我們膝蓋這邊就不著 很有趣 這次機構很喜歡在膝蓋的位置都有燈 是的 其實很細心 史達也是這樣 然後塔因就是兩邊 但它很厲害 它裡面只有三顆小電子 然後前後都會著 我們現在看完燈的部份 我們就看一看可動 稍微 那時候官網的示範已經很驚人了 我也覺得很棒 頭可動就完全不需要想 你看一看它的頸部 它可以拉得很低 拉回後 那我高頭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頸部 拉了一條電線 是 因為它這款和之前的不同 因為史達是直接抽頭出來的 是下輪電箱 它這個就是一個電 就做了所有東西 很方便 其實方便是方便 但有時候 可能如果它裝配的時候 你玩 有機會電線會有問題 所以就看看大家有什麼玩法 因為它終歸在這部份有電線 大家玩的時候小心點 盡量不要頭夾到電線 再轉 否則它的刊射很容易脫掉 頭呢 左右轉 其實我想完全不需要太擔心頭的可動 它的頸部有相當的一場 是 後面的頸枕位也可以動 是的 而且它的頸枕位是 遷一遷可動 它就可以動下去 它是彈弓 對 它會彈起自己 然後頭轉 這些也不用考慮 然後它有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的手臂的地方 這個後面的背肌 很有趣的 背肌是可以按進去的 你通常玩是玩前的胸肌 背肌你也玩了 對 因為它這個頸架 它回位的時候 有時候會撞下去 所以它很細心地幫你遷就它 沒有容易刮花 是的 而且它這個手感很好 例如你輕撞回去 其實它進去 不會很用力才能回去 其實也很好 而且例如一些空步前轉 就是肩前轉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上轉的部分 全部都很齊 看到肩膀 其實它是很高達的感覺 這些位置可以打開 令到你擺姿勢更漂亮 例如有時候 我們人們擺手不是這樣的 它可以開了 然後移回一點 即是很Metal Build 是的 可以很英俊地擺放一些自然的姿勢 然後肩膀又不會飛到哪裡 然後它的肩膀這個也可以向外打開 差點插到自己 對 差點插到自己 它是用來打開手的時候 就可以英俊一點 就可以插到自己的頭 不用插到自己 不用抬到那麼高 它可以移回一點 你會看到很多 有些產品都會做 但是它這個就全部面都做 因為很少人會做後面 這個是比較少見一點 所以就比較特別 然後手臂的水平轉 這些就不用擔心 前臂也有水平轉 前臂的水平轉 它本身有一個方級 它做了一個彈弓的自己彈開的部分 轉到方級的地方 它就會打開 它避開了那些位置 其實之前在塔欣也有看到 它做在腰部 這個也是做在手上 很漂亮的 然後來手的關節接叠 接到多少 嘩 是比史達多了很多 因為史達那時候我是有點失望的 再加上手前臂也能貼到一點 對 前臂的部分也可以咬 都有一點 但也比較少一點 加上拳頭 很厲害 拳頭這個部分也可以轉 很厲害 然後它這個手 因為其實大家玩 可能玩開高達都知道 那些比較舊的UC高達 那手全部的最漂亮的花紋 就是在後面 它這個可以轉回來之餘 它的相關節保留了 所以在轉回來的時候 它也可以摺得很高 所以你就可以用它最漂亮的花紋 讓你做很多動作 它是否好限制了 你一定要向內側摺發 沒錯 所以這個很棒 然後我們再看看腰部 腰可動 我想大家一般都沒有什麼 哇 不需要怎樣考慮 後面的位置是否有補飛 會的 背面這裡也有連動拉上來 還有其實很有趣 大家玩機閒 你會發現現在大家設計的話 是很少做向後咬 因為其實向後咬的動作不是必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玩的時候都不會做 但如果你去做一些比較狂野的動作 就會需要用到 比如說它有做到向後咬 而且它向後咬的時候 它有幫你補花紋 而且它甚至向後咬的時候 這個腹肌位置會縮進去 是的 有連動的又是 斜回去 它是這樣斜回去 所以你會看到很細心 其實它有做到這個部份 甚至除了上面 下半部也有向後咬的功能 它深色的紅色是塑膠的原色 應該不是 應該都是噴色 如果是啤膠色 它反出來的光沒有這樣 即使你噴上燒光也不是這樣 然後我們看完上半部 看看裙甲的部份 裙甲部份 之前塔因是比較簡單的 即使用波頭插進去 它這個裡面再搭多一個調 它作用是 可能再拼多一點 它可能令到機座再高一點 然後你拼的角度不同 這個當它細心 不過我個人比較不喜歡 它會看到杯子 是 它看到一點杯子 可能差一點 然後旁邊兩邊有夾 它有兩個洞 用來插一把劍 我想將來都不知道插一把劍那麼簡單 是的 還可以用來插天火 後面的裙甲也是跟前面一樣的做法 對不起 比較暴力一點 它這個部份可以彈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腰部 這樣轉的時候它會升高 你看到這個 這裙甲部位 真的不說得笑 它整個會升高 前後一起升高 對 向前吞 它巧妙用這些機關 令它不用硬切在水平位 而且也不會磨花 所以真的沒有得失它的名字 鐵機巧 真的厲害 有多鐵 有機械人 對 本身也要講一講 它挺重的含金量 這支很重手 它本身依然是關節位 重心在下面 涼滲滲滲 沒有後面 到下面是現在時興的蜜大腿 真的很蜜 然後我們看看大腿的可動 首先抬高裙甲 大腿的可動 其實跟以往塔因或史達地一樣 都是很巧妙地用一個方級 套著它上半部去做的 它轉的時候 雖然大腿本身是起了角 但它本身偷的位置偷得很漂亮的時候 看起來會舒服很多 你不會覺得它很突厚 就會有一個方形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一刀切 一刀切片 它就拿得很漂亮 然後就抬大腿 我想這個也不用擔心 它們一貫都可以抬得非常好 加上這邊的話 可以去到這情況沒有問題 老江湖 接腳 接著到膝蓋可動 其實它就成為一貫鐵技巧的做法 這裡究竟有多少折 應該都是兩個關節 不過它前面做了連動 將這個甲拉跟著膝蓋 所以看到膝蓋這個位置 也跟你做遮掌 即是沒有說話好說 它正面除了有花紋 還噴了油給你 那些是合金件來的 是合金件來的 膝蓋多一點 它是收得很漂亮的 然後在膝蓋的位置 它後面的一件也會避開 它會縮進去 那兩個輪胎的部分會縮進去 摺到盡 摺到盡 其實一般粗粗的機客人 做膝蓋很少可以屈得這麼漂亮 而這個平位本身亦有層次 因為它兩個軸心距離要很遠 所以這件件一般要拉很長的距離 但它亦用了幾層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補花紋 令到這個位置你不會覺得很不順眼 所以這件件很帥 這個膝蓋內的位置的設計也很棒 一個軸心距離 預計你拉下來時可以遮蓋所有醜 所以摺法非常棒 它補花紋很欺負到好處 因為有些加花紋加得很強勁 會有那種感覺 現在腳回到位置 然後看看腳碗的部份 腳碗你會看到這些甲全部都可以打開 左右邊的甲都可以打開 用來就可凍 或者是後面都可以打開 有師兄問腳鬆不鬆 膝蓋內的腳是有些不合格的 這邊是鬆一點的 另外一隻腳好一點 因為這隻腳的情況是有點嚴重的 可以安靜 所以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大家可能要扣分 對 差一點 然後這部份可以移動 腳的前掌亦都可以移動 哇 大佬 這個很棒 基本上你放任何姿勢 貼地聲應該都不用擔心 對 腳碗的前後轉都可以 但左右一貫的那幾款都是差一點 但腳掌是可以向下拉的 我拉到一格出來 對 哇 這個很棒 但其實有一樣東西 就算拉了 其實它本身的咬的角度 其實也不是因為兩邊的掌 都可以再拉出 對不起 原來誤會了 這部份有個波頭 我剛才只是用上半部咬 其實它下面這個位置也有單軸 你玩的時候 因為它兩個軸 你比較難咬 你玩的時候就壓一壓住它 你再去咬下半部 這樣就可以咬多一點 這個可以大力 真的是老江湖 剛才沒有注意到 大家注意到 其實這裡有兩個關節 記得下面的比較緊一點 上面的會比較好手感一點 所以你玩的時候 自己注意咬 但它確實是可以咬得很多 而且它這個腳很有趣 它的腳跟這部份加了兩眼燈的花紋 這就跟進去廣泊紋本身的車的效果 因為這個其他好像是沒有的 我現在把它塞進去 嘩 真是暴力出奇蹟 沒錯 這是要暴力的 OK 擺姿勢 玩玩道具這些就交給阿滴了 最純熟是你 其實我剛才玩的背包很棒 是啊 是的 背包 我發現原來背包可以把窗子完整 收納在背包上 這樣可以拔出一支窗 而這個就可以變成背包 飛行背包 這個還會自己補位的 這個洞 這個是非常出色的 不過這個很像之前 對上的一支 阿滴文是一支組裝模型原成品 背包的形狀 再強化了 而且後面這部份還可以 還有的 還有一支劍 哦 這是什麼玩的 對不起 太暴力了 這個位置大家可能有玩的時候會弄掉 所以就小心一點 這個位置是用來扣著劍 可以放槍和劍 可以滑下去 不過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會滑 這個應該用了一些微微彈性的材料 可能我們不安裝了 因為有些牙煙滑下去 去到某個位置都頗緊 所以大家可能要小心一點玩 自己以外玩的話 這支窗也有變形嗎 這支窗也有 我們安裝這個背包的時候 因為上面有勾扣 下面是直身的 首先把勾扣進去 然後拉 因為沒有勾扣到底 拉出一點點 然後把下面這個位置放進去 準位 然後才一次過兩邊一起推 否則你扣了上面的下半部 因為它比較長 你會裝不到進去 所以自己小心一點 總之扣了上面那個扣 拉一點點 然後再放下面一起推 對不起 還有G 是 還有一支窗 這支窗就有一點點變形 可以拉出來 然後它會轉回上來這裡 前面這個可以拉下來 後面這個也可以拉下來 我們收起來的時候 它會收納 就是將這支打開 然後它整支窗 可以這樣插進去 很棒 很棒 再插一把劍 把劍有點難推 這個可以達成你把所有東西放上身 腰都是插兩把劍 是的 因為側間兩個洞 就如你插兩把刀 它這個透明劍也有少許功能 就是這個部分可以打開 然後它中間有一個槍位 它很好 因為以往 其實這些槍位 大家要用指甲或用工具放出來 但它這個 有放了一些尺 你可以用它的尺 把它轉出來 把它插出來 是的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安裝到身上 這樣 這個很棒 這個 是嗎 我旁邊變了一個刀 九把刀 我覺得好像史達一樣 這把刀不知道能否插入手 這麼瀟灑 不可以 它的手的洞就是留那一手的 好像在天火 天火不看 這樣 交給你 怎樣 我替你交換位置 你留姿 留姿 對不起 你做位置 可以先插一插一把特典 是的 放這把副頭很厲害 這樣 我替你擺在手上 然後 這個是特典的斧頭 哇 它真的大得很厲害 你看看一隻手 它是整隻手掌那麼大 然後 它 這個部份 很漂亮 你會看到 用了兩種不同的黑鐵 或者有種比較 比較少金色的 黑鐵色去製造 這個部份 亦有撞到一些 有些像METAL BUILD GUN BUILD 那個飛機 這些橙金色 你會看到 它亦有做到很多不同的 金色通去分析 甚至乎 它這個斧頭的部份 陰面 裡面 亦有很多浮雕的雕花 另外 另外一件事 它這個位置不是單純的透明件 其實它在透明件裡面 有做到一些 微微的飛閃粉銀 所以 你去到某些角度的時候 你會看不到裡面的細節 它有種若隱若現的感覺 其實也挺棒的 這個很有趣的 很漂亮的 然後 這個斧頭是需要組合的 前後是三件件 中間會有一支合金的裝 因為它本身的斧頭頭比較重 可能它會拉一點重量 一個就插到這邊 另一個就插到底 大家要小心一件事 我發覺它拔的時候 有機會將它本身裡面 這件的一個塞鋼圈 拉出來 所以如果你不幸拉出來的話 你只要整個折扣下去就可以了 你折扣下去 推下去 插到底 它就會在這裏 OK的 哇 這把斧頭很重 記得它插不插到 應該雙手持虎 跟著這個特別版的 它就有一個是一對 一對插斧頭的手 我想它插的部分 因為它的孔比較大 就不是插這個右瓶 這個孔是大到這樣的 那它應該是插斧頭的粗瓶部分 這個位置 我來試試 對了 就是插這個位置 咦 這個位置可以做短斧 也很帥 就是這樣 待會放在Pose之後 我們又玩斧頭 但是這個如果你說單手握 其實我想有點困難 是的 就是如你兩手把持 這個很重 這些就是 真是生口飄 我剛剛想過這些 你是不是在玩生口飾 QC如何 有人問 所以不錯 因為我看到紅色上面 都沒有甚麼特別是塵粒黏上去 噴上去也挺滑 最重要是沒有毛 是的 有毛 立刻不想玩 我又不爭取說 其實我昨天拿了一隻 無雲道的真真正正的Uteramon Berma 有毛 真的有毛 有毛嗎 是的 有毛就可憐 真是問你死了嗎 但那隻很重 是的 因為它整個腳掌都是合金 沒錯 然後它所有外甲都是合金 其實形形很漂亮 QC差就浪費了整隻東西 不拿來玩 它有反權 不是可以的 今天太多東西爆 那也是 而且那盒很大 又重呢 多少錢 一千…鬆一點 其實性價比很高 都是QC差 浪費了整隻 二千百 那時會場訂二千七百多 是會場版才會有那把斧頭 是的 那斧頭真的很消失 我還記得當初我第一次看到它這隻 這把大斧頭 是斜地扔在地上 很帥氣 動棋 好像扔了一半下去 很漂亮 這個… 那個… 那個座位在後面 是的 是的 這個… 它是可以拔在下吻前後才做 虎台是否單手拿不到 單手可以 單手可以 但是… 雙手可以 雙手可以表達到它可以雙手持負 但是這個地台就要… 那個鑽台比較小 那個鑽台比較小 人手鑽台 本身這個台沒有什麼活動 因為本身這隻東西很重 它是用一些齒輪去固定角度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當你想插這個台座的時候 就要設定好台座 鎖好每一個位置 你才會放那隻鑽台 那就最穩陣了 它雙手持劍或持虎 那個姿勢很自然 很舒服 又可以鑽 因為它根本手的關節 又是多了一些 它的體態本身很人 所以它做的動作很人味很重 它真的很適合擺姿勢 你只站也不行 感覺真的很生口式 然後我好像留了一些東西在盒上 就是因為它的款式是可以換臉 是呀 這個真是絕 漏了漏了 因為有兩塊臉 因為IDW版的故事設定 好像是說它本身是普通機械人 然後好像被人打完之後 我不記得很清楚 然後就改造它做戰鬥機械人 之後才會是這樣的 厲害 是的 換個半爛樣子 我們換個樣子 先看看 我看說明書 它就是那個… 寫著樓 好 先拔一把褲頭 先拔一把褲頭 換一把 其實我很喜歡鐵機械的手 很好拔 很漂亮呀 它的手型 這個手型 神經病 哇 真是很有動感 我想起鐵甲萬能俠 還有GETA 真的很漂亮 這個真是很有氣派 大家拔的時候 這個是… 抱歉 是這樣的 整個是一條筍 如果它上面比較難拔 你要在底部拔出來 拔完之後有一個縫 你就可以在這裡再拔出來 然後我印象中的臉 好像在下面拔起 這樣拔一拔 就會脫掉 現在我們換個半爛臉 看到一顆燈 看到一個點 我第一次看到Apartment有樣子 對 半爛樣子就是這樣 同時也有一個成人樣子 哇 這個表情真的很滅殺 很棒呀 立即滄桑 我都很搭一把斧頭 反而我覺得這個斧頭 搭他多於劍 因為我總覺得Apartment搭劍 有點奇怪 你習慣了都是見Apartment用斧頭 等阿Dick放一個最後姿勢給大家看 貪心一點 刀有劍 還沒拿上手 好像是過癮的 這隻蟲 肩蟲 但這隻真的很細心 其實你見到他做很多事情都很細心 把劍都忘記說了 把劍本身有得拉拉拉 那種功能 好像跟史達一樣 對 跟之前滑花的史達也是一樣 嘩 這個很誇張 對 留了一點劍 先脫掉 先脫掉 不知道天火何時出呢 不過不要說天火 何時找到那個 史達的數目呢 史達還未找到數目呢 把斧頭都不跟你玩 基本上這樣看已經殺了 不過追史達之前 我想追勇者王 當然不建議長期用這個姿勢 會死人的 一定會難 太重了 你知道哪裏 這個位置 台座 對 最重的東西已經拿上手了 對 真的很漂亮 而且如果你加上天火 這個座真的會搞不定 我想他應該有一個新座給你的 因為他高了很多 其一高了 但我想支點也很難搞 但是這個很明顯一定會後著的 總會有黑色 其實它 至少四種顏色 紅 白 黑 紫 喜歡再想其他 這個真的很棒 整個顏色 體態 可動 造型 即是無懈可擊 包括配件 都是無懈可擊 其實這個真的無可抵 如果把膝頭的關節改良 緊緊一點就完成了 那個鬆力真的差一點扣分 好 先玩一下 因為非常興奮 待會見 好 好